还记得前几天给T8买的拖车杠吗,然后没按上,我分析是发错了,后来跟商家沟通一下,给他补发了一个,今天货到了,现在咱们去取。 这个拖车杠的动量不轻啊,第一次是用顺风发的,送到家,第二次重新补发的,走的是安能无流,只能自己取了。 现在回家吃个中午饭,下午得空给他安上,朋友们下午好,刚刚吃过饭,咱们现在拆开,准备安装。 不再放心,这样展开,准备安装,伞助了。 准备安装剪装,你收节耻,我开了什么。 准备安装剪装的撒 في初一位,周围压剪装了。 写白帆备安装剪装。 等 ça均是很快。 断該面。 哦吼,这次型号对上了,咱们现在就可以安装了 它这个设计的挺好,在螺丝上按了一个铁丝 下套的时候就方便了 进窝进窝进窝,进窝了,一共是六个,每边三个 比较一下,看看第三个孔位在哪 我去,有点重,第三个孔位 经过刚才的孔位对比,发现想安装这个托车勾复,必须把原车的嵌钩拆掉 额大 吓 刮一下 再换一下 这个拖车杠终于安完了 刚好从仓库又翻到了一个拖车壁 希望它俩尺寸一样 这样又省钱了 有点秀 咱喷点松动剂 可以了 卧槽正大了 上升防倒锁 朋友们搞定了 这个拖车杠是三插的 除了能够拖房车以外 还可以配一个小的摩托车架 拖个小踏板 拖个电动车 也是没问题的 整个拖车杠安装起来 还算比较顺利 就是我一个点不太得劲 这个位置有个原车的拖车勾 这个拖车勾 一开始想着把它拆掉 实在是不好拆 也上了大锤 上了敲棍都没把它弄下来 然后就放弃了 直接安 那样安好了 还有是鸡型的 这边鸡那边狗 鸡不美观 还存在安全隐患 受力不均 后来又把它拆下来 重新弄一下 在这边加了三个厚的电片 这样就不行了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喜欢的别忘了 阿琳点赞评论交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 下期视频咱们拖上房车试一试